墙壁天花板都泛黄 像这样的辐射屋从1992年爆出第一起案例后 现在1669户辐射屋竟然只拆了129户 执行率仅仅7% 像是这栋房子爆出是辐射屋 至今30年都还没有拆除 当年它的辐射铺路量是80毫西幅 等同一年照了70张的胸部X光片 辐射屋毅力不摇 楼下便当店一开10年 阳台也晒起衣服 这间民生别墅当初误用了受辐射污染的钢筋 但住户不愿搬家 我们住了十几年了 健康也没有 身体非常的好 只是官方资料也显示 受辐射剂量越高 罹患血癌风险会显著增高 立委痛批政府处理不够积极 没有太有强烈的执法的抑制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产生落差 在生理的部分 对于白血病或者是离癌 其实这些都有部分的文献指出 是有相当的疑虑的 不过行政院袁能会也回应 全台1669户辐射屋中 袁能会收购6% 这些屋子都已经没有人住 另外有19%会用工程方式 清除或阻挡辐射源 剩下75%的辐射屋 则是无危害可以不处理 毕竟国家不能强拆辐射屋已经尽力 其实我是觉得说主要还是百分之百 同意这件事情比较困难 其实现行规定给予辐射屋重建 最多30%的容积率奖励 但为了民众住得健康安心 看来政府不只要端出诱因 还得更加善用公权力 东森财经新闻六志张士葵 台北采访报导